CREEM WHITE 新的配色 是不是大家好 各位朋友 又到了開箱的時間 今天要跟開箱的協議會 就是我這雙 好久不見的Easy Boost D2 350系列 距離上一雙CREEM WHITE 發售 四月到現在已經過了將近 是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五個月的時間 終於讓我們得到最新的配色 而且非常密集的 它在光是這兩個禮拜內 就發售兩個新的配色 一個是灰菊 另外一雙是我現在開箱的這雙 就是Frozen Yellow配色 OK 上個禮拜發售的灰菊配色 大家相信應該都有去排隊吧 我也有去排隊 我是去西門排隊的 那個繞了一大圈 繞到中途 我跟黃花掌 今天要公佈得獎的名單 我現在一直在等 它的訊息要穿過來 所以你還沒辦法入手那一雙 但是今天為了各位 帶來的這雙 Frozen Yellow配色 更加罕見 大家看到 Frozen Yellow 也是我們俗稱的 黃斑馬 你也可以叫它抹茶配色 或是 Wasabi 配色 都可以 管你怎麼叫 只要你開心就好 這雙黃斑馬 基本上就是 維持著過去V2版本的設計 包括像是 Priming做成的鞋身 還有這個座落在鞋側旁邊 SPL Y350 SPL Y350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們的 Wasabi 第一集 那一集 針對斑馬這雙鞋款 有詳細的穿搭 以及講解 那還有這個大底部分 也像是 這個螢光綠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 有點像咖啡色 牛奶糖配色的 這個膠底 貼在下面 然後延伸到這個鞋跟的部分 注意喔 這支後面 它不是一模一樣 都是螢光綠的 這支是有一點 有沒有 撞色的感覺 螢光綠加 螢光綠 撞 咖啡色 OK 碰出新滋味 真的特別喔 你不要到時候買回來 是一雙一模 這邊都是螢光綠 要用gay喔 這其實就是 歷年以來 最最最最要遠的顏色 你看過去的版本 不是灰啊 就是黑啊 不然就是灰啊 還有黑啊 這個顏色呢 除了是它的優點 也是它的缺點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知道螢光綠呢 其實這樣看下來 爆款其實它是螢光綠的話 真的是較少可以參考的 那我個人建議的配 穿搭方式呢 就是基本上 因為你已經 相當高調嘛 在腳上已經比較高調 那上半身呢 我就建議你穿低調一點顏色 不然你整個人會很像 有沒有聖誕樹 這雙鞋呢 在六月的時候 可能去Japan的時候有沒有 他已經有穿過這雙鞋的曝光 我們來看一下 他當時的穿搭 是不是跟我講一模一樣 有沒有有沒有 果然是英雄有所見略同 這雙鞋這麼綠這麼亮 即便你晚上開車 騎車齁 沒有開夜燈有沒有 大家還是看得到 因為這雙鞋在下面已經發光了 OK 這是它的優點 最後最後感謝 讓各位久等的 這個球鞋社團呢 贊助的 不是贊助就是 提供的這雙 黃斑馬 給我們做開箱 1月27號呢 他們有個球鞋開對 希望大家可以去參加 到時候呢 也會有一些相關的報告 董東 各位拭目以待 OK 拜拜